记者邱浩唐台南报道,台南一名患有精神疾病的灵性女子,连续两天时美工刀伤害国小学童,此案引发社会关注,不过,专家强调,精神病人是一件事,但精神病人伤害人又是一件事,精神病和癌症病患一样都是病人,外界不应用猎奇的心态将精神病污名化,并且国家也该正视精神医疗的重要性。 此案发生之后引来不少民众担忧,但安南医院精神科主任唐欣北表示,外界不该把精神病患当洪水猛兽,只要定义服要诊治还是能维持正常功能,如果一发病就要关起来,那永远关不完,况且用负面观点看待他们只会让病人更不敢就医,让问题变得更加严重。 当社会因不了解的恐惧而去利用社会控制,那么将无法解决问题。 唐欣北指出,除了外界的同理心之外,病患家书也应该要谅解病人的奇怪言语或行为,而非待去求生万捕。 病患则是该定时服药防诊,维持生活作息的规律性,有症状给寻求专业。 另外,唐欣北更强调,国家对于精神医疗的投入相当缺乏。 据个最简单的例子,精神病患住一个月的健保病房补助5万左右,但做心导管手术的病人住院2天就10万,资源差距相当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